等到何瑞大长公主到的时候,就看到李贤平躺在长椅上,急切道 娘亲,救救我的孩子 孩子没事吧 何瑞大长公主问道,孩子没事,大人就不会有事 谷嬷嬷刚才已经给贤平郡主检查过了,只是有点见红,并无大碍,道 郡主见红了,不宜移动,待会儿用担架抬回去,休养几日便好 听了谷嬷嬷的话,何瑞大长公主微微放心,只要孩子不出事就好 放心之余,便开始猜测是怎么回事 何瑞大长公主以为杜九妹动手了,心里一阵怨念 看了四周没发现杜九,问道,杜九呢 李贤平刚要说,谷嬷嬷担心贤平郡主越描越黑,于是抢先说道 舅儿姑娘被郡主身边的丫鬟撞到水里了 动手了? 何瑞大长公主见女儿面上微怒,继续问道 没有动手 谷嬷嬷嬷连忙回答,不希望大长公主误会 如此不懂事的郡主,不值得大长公主为她出头 再说了,本来就不是杜九妹的错,是贤平郡主一直咄咄逼人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何瑞大长公主奇怪,若是没有动手,那女儿怎么会动了开启? 杜九怎么掉到了水里? 当着贤平郡主的面,谷嬷嬷欲言又止 就在这时,其他人拿来了担架 何瑞大长公主道 把郡主抬到客房休息,让太医尽快过去 是 押惯婆子们印象 李贤平虽然感觉不到流血了 但肚子仍旧不舒服,哭着喊道 娘亲,娘为我报仇啊 是杜九害得我这样的 抬过去 何瑞大长公主经过一开始的慌乱之后 已经逐步恢复理智 觉得事情并不像她看到的那样简单 李贤平满心不甘地被抬走了 古嬷嬷,你仔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何瑞大长公主问道 那杜九呢? 古嬷嬷直直已经游到池子另一边的杜九妹和文书梅,道 杜九姑娘,掉进水里,幸好她会求水,否则今天事情就闹大了 杜九若是因为女儿死了,广陵王一定会亲自杀了女儿给杜九报仇 是啊,贤平怎么会和杜九碰上,你们没有拦着吗? 何瑞大长公主恼怒道,那么多人伺候,也拦不住一个孕妇,古摸摸苦笑,道 刚才,杜九和另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乘凉,可郡主非要过来,奴婢劝不住,正要去禀告您,可郡主已经挡住了杜九的路 出不去,郡主出言讽刺杜九,杜九反唇相机,就在这时,郡主身边的一个丫鬟撞了杜九妹一下,杜九妹和另外一个姑娘落水了 如此说来,是贤平贤调适的 河瑞大长公主一阵无语,这个女儿太不省心了 老奴直言,是郡主挑适,而且那杜九一个在,再而三忍让 可郡主仍旧不依不饶,杜九掉入水里,也是气急之下,说了一番话 郡主听了,才动了胎起 郡主回答,心里对贤平郡主有几分怨念 好好的日子不过,整日想着如何对付杜九妹,得不偿失 河瑞大长公主的面色难看,她知道女儿不成器 可没想到会做出这样有失体面的事情 唉,贤平做得过分,但毕竟是她的女儿,不能不管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杜九 紫婿,紫戎和紫晴已经拿来了衣服,而且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了一块红布遮掩起来 杜九妹和文淑梅换了外面的衣服,外面裹上一层红布 河瑞大长公主过来的时候,杜九妹和文淑梅已经换好衣服了 对不住了,河瑞大长公主面上火辣辣的 我会好好教训贤平的 杜九妹看下河瑞大长公主,缓缓的 冷水寒的事情,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那李贤平不要脸,我杜九还要 杜九说完,带人离开 若是以往,杜九妹对河瑞大长公主会有几分恭敬 可现在,她半点好感欠奉,女不叫母之过 李贤平一次次的欺负她,杜九妹认为这里面有河瑞大长公主的纵容 河瑞大长公主面色更加难看了 她这么大的年纪给一个小辈道歉,而且人家还没接受 河瑞大长公主虽然心里憋闷,不过她也理解杜九妹的反应 毕竟是被她那个不知好歹的女儿逼得掉进水里 杜九妹不足为患 可怕的是,杜九妹身后的广陵王 那个杜笑,可是一个牙姿必报的厉害人物 河瑞大长公主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广陵王有仇必报 但是凡是得罪广陵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 上一次,河瑞大长公主向广陵王保证不会再出这样的事情 可女儿居然又去找杜九妹的麻烦 这一次即使她上门,也不一定能把事情圆满解决 那边的杨氏和静怡公主听到下面的汇报,赶紧过来 看到杜九妹和文淑梅身上披着大红色的布,没有裸露不该露的地方 什么都别说了,回家 杨氏黑着脸,回去再问女儿出了什么事情 今天荷花会人很多,不管谁对谁错,围观的人越多,对杜九和文淑梅都不好 有丫鬟婆子一路掩护,杜九妹和文淑梅很快上了马车 河瑞大长公主在去找杨氏道歉的时候 得知杨氏和静怡公主带着杜九妹等人已经走了,心里一阵后悔,她应该早点过来的 杨氏不给她当面解释的机会,这是连大长公主府恨上了 这个女儿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马上要做娘亲了,还这么任性 这件事情不这么简单结束,她得早点想办法应对 现在能让广陵王给几分薄灭的人,整个京城也就那么几个 静五弟和太后,霍老将军 只是陛下忙碌,霍老将军不在京城,太后年纪大了 唉,不过太后那里是最好说话的 今天还有其他人在,河瑞大长公主走不了 只得明天进宫,请求太后帮忙 杨氏带着杜九妹回家,静怡公主送文书梅回文家 杨氏一行人回到广陵王府,杜大山广陵王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 其人太甚 杜大山怒道 这一次不能放过李贤贫了 我自有分寸 广陵王面无表情 启动第二套方案 杜大山一愣,问道 父亲,要那么做吗 一定要 广陵王道 有些人,应该付出一些代价了 封清阳一直没有说话 而是在一边喝茶 不是他不关心杜九 只是广陵王和杜大山说广陵王府的机密 他不好插嘴 触动了广陵王的底线 就要承受广陵王的报复 即使对方是大长公主坐靠山又如何 安乐玉器店的阮三听到下面的汇报 写了一封短信给阮浩君 阮浩君在当天回复 让阮三制定报复计划 为杜九妹出气 和瑞大长公主在和花会结束之后 直接带着李贤贫回到大长公主府 并派人告知冷家 贤贫郡主不舒服 明日再送回去 一开始燕羽儿还有点担心了 可下面的人来汇报之时 顿时气得浑身哆嗦 这个蠢透挺的李贤贫 怎么就不能安分一下 好好过日子呢 原本他以为李贤贫怀孕了 儿子和儿媳妇之间的关系可以缓和了 可是现在看看 好好的局面被李贤贫破坏了 现在儿子知道了事情始末 估计两人的关系会更加糟糕 冷俊见妻子如此生气 叹息道 唉 事已至此 我们担心也没用 这李贤贫 真是蠢 燕羽儿恼怒的 若是他生了冷家的长孙 还怕冷不回来水寒的心吗 唉 苦了水寒了 有这样不省心的家眷 以后做事 势必会束手束脚 冷俊道 对那个被人称为一代明君的静武帝 有了深深怨念 好的不行 就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燕羽儿道 你明日带一些礼物去广陵王府道歉 是应该去 冷俊道 静武帝那里靠不住 还不如紧跟广陵王比较靠谱 何芮大长公主一大早就进宫给太后请安 太后气色还算不错 见何芮大长公主过来 很是奇怪 道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何芮大长公主笑笑道 来给母后请安 哈哈 有事你说吧 你当初也算是在我身边长大的 你心里有事 我能看出来 太后轻声道 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否则何芮不会有这样的表情 何芮大长公主善善笑笑 还是母后火眼金金 说吧 什么事情 太后问道 她精神浅 不想耽搁时间 是贤贫那孩子 昨天 何芮大长公主不敢隐瞒 何芮拖出 实在是女儿做得太过分 若是处理不好 后患无穷 太后定定看向何芮大长公主 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 贤贫 您着实不懂事 是啊 都是我惯的 现在后悔也晚了 当初我就不应该心软 去求皇兄辞婚 何芮大长公主不止一次后悔了 可是已经成亲了 无力改变 就算她让女儿合理 女儿也不会答应的 你一辈子过得如何 你不知道 你还让贤贫再走一遭 太后呵斥道 一直想说 但没找到机会 当初 你担心我会不答应 直接越过我 去跟陛下请求此婚 现在过得不如意 你就跟在后面 收拾烂摊子 你不觉得 正是你这样的 在后面一次次帮她 解决问题 所以才让她 变本加厉 越来越蠢 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为她着想 谁为她着想啊 何芮大长公主 分辨道 两个儿子生下来 就被骊果抱走教养 只有这个女儿 是她拼死留在身边的 慈母多败儿 太后冷声道 若是其他事情 我会跟杜孝说 可这件事情 我不会说的 明着看 你是来请我 做中间人 说合两家的恩怨 可实际上 就是想利用我 逼迫广陵王 不追究此事 这样 对广陵王不公平 母后 求求你了 这是最后一次 何芮大长公主 哀求道 如果太后 都不愿意出面 那也没人出面和解了 太后看向 何芮大长公主 很是失望 道 何芮 你到现在 还看不明白 何芮大长公主不解 迷茫地看向太后 不过何芮大长公主 有点明白了 太后不准备帮助她了 她这次过来 势必会无功而返 母后 求求你 帮帮我吧 何芮大长公主 哀求道 如果连太后都不帮忙 她找不到 更适合的人了 何芮啊 贤平 已经长大了 该对自己的 所作所为 负责了 太后道 你一直跟在她身后 让她有依赖感 在她的心里 一直以为 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这个做娘亲的 都会给她处理好 一直这样依赖你 所以现在 她还是那么任性 万一你百年之后 那该找谁 给她收拾残局 母后 我 何芮大长公主 无言以对 太后说的这些 她也知道 可是 可是她就是 忍不住啊 上次 贤平 对着杜九的窗口倒水 那件事情 你亲自给 广陵王杜笑道歉了 并且保证 是最后一次 可现在了 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贤平 古代萌生 你的脸面 已经用完了 就开始 四处求人 为难的是你 那李贤平 可有一点心疼你 太后冷声道 有些事情 我不说 不代表 我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不会帮你的 你若是不听我的劝告 我也不会生气 毕竟你四十年前没听我的话 今天也不会听 皇太后的话 让何瑞大长公主 无言以对 当年 她的确没有听太后的劝告 一意孤行 嫁给李国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太后人记在心里 可见太后 对她很失望 何瑞大长公主 见太后说的坚决 只得另做打算 准备待会儿 去求庆五弟 儿臣不孝 让母后为难了 何瑞大长公主 哽咽道 不敢抬头 看太后 你也别去 找陛下 去了 她也不会帮你的 你与其在这里 四处求人 不如带上厚礼和贤平 一起去广陵王府道歉 太后提醒道 这件事情的根本 在于贤平 总是放不下以前的事情 既然放不下 当初 为何要死要活 嫁过去 再者 你不让贤平 尝点苦头 她也不会珍惜 你的良苦用心 何瑞大长公主 面色苍白 她刚才的确 是想去找皇兄帮忙呢 现在太后 当面让她不要去 那她只能自己 去给广陵王道歉了 至于女儿 现在怀着身孕 她舍不得 可是贤平 有了身子 河坠大长公主 紧张道 希望太后 可以改变主意 既然有了身子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为何要去找杜酒的麻烦 太后冷哼道 哼 没有自知之明的东西 以后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她 何瑞大长公主 面色大肿 以前太后 挺喜欢贤平的 可现在太后 彻底厌弃了贤平 今天过来 注定无功而返了 是 是 何瑞大长公主 愣愣道 之后太后 又说了一些话 她也没听进去 因为太后交代了 不让她去找进五弟 所以何瑞大长公主 只得灰溜溜 离开这里 回到家之后 何瑞大长公主 让人准备厚礼 然后来到女儿的院子 见女儿正在和丫鬟 嘻嘻哈哈呢 隐隐约约 是在说杜酒妹 掉到水里的狼狈像 昨天事情多 何瑞大长公主 没有时间处理那个小丫鬟 没想到那个小丫鬟 还主动说这些事情 把这个贱臂 拉下去卖了 何瑞大长公主 冷声道 在郡主面前 不知道规劝 反而一个劲的 鼓动郡主 做一些不合身份的事情 饶命啊 大长公主饶命啊 那个小丫鬟 跪在地上求饶 娘亲 小丫鬟是我的天生丫鬟 你不能 李贤平也跟着求饶 娘亲 河水大长公主 河水大长公主想起上午 在太后那里 受到的冷遇 冷声道 你知道的 我可以的 拉下去 两个健壮的婆子 过来拉走小丫鬟 小丫鬟还想喊 但却被婆子 到了嘴边 娘 娘亲 你为何要这样 李贤平不解 愤愤地 看向娘亲 河水大长公主 没有看李贤平 而是对一边的太医道 去看看郡主的身体 可以下床走动了吗 是 大长公主 那个太医 低眉顺眼 不敢迟疑 上前给李贤平把麦 把了麦之后 太医道 郡主的状况很好 可以下床走动了 不过时间 不宜太长 嗯 多谢太医了 你下去吧 河水大长公主说道 她不希望别人 看到女儿的失态 娘亲 你放了小鹰吧 李贤平 也很喜欢那个小鹰 平时给她出主意 这次 让杜九吃了一个大亏 也是小鹰的功劳 还想等回到冷家 好好赏赐小鹰呢 我记得不要